共識這個事件 我們就已經整理出來十大疑點 包括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質疑 也有很多車輛的專家 跟我們黨團報告 說當時這輛車 工程車造勢的工程車 絕對不可能是空停在邊坡上面 非常有可能 當時有人正在操作 發生意外 失控導致事故 所以到底是怎麼發生的這件事情 所有的疑點都必須清查清楚 還記得當時普悠瑪的報告 後來家屬包括司機員的家屬 都很難接受 就這一次一定要調查清楚 待會我們陳玉珍委員 會再跟大家做說明 而這一次大家把焦點放在工程車所有的逸祥工作社 絕對要調查清楚 如同我剛剛說的有沒有說謊有沒有逃避責任 但是義祥工業社 他只是乘坐這一次工程的協力廠商 那這個工程的包商 包括中心營造 包括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 包括中原工程顧問公司 都應該要一併的調查 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個標案的整個的處理過程當中 有沒有相關的連帶責任 應該調查清楚 不應該把所有的責任甩鍋 或者是切割 或者是想要把它縮小範圍 只有一個義祥工業社而已 這是讓大家沒有辦法接受的 另外 台鐵這一次的工程施工防災計畫 以及交通維持計畫書 到底在哪裡 所有相關的公安意識嚴重缺乏 毫無應該要做好的督導的工作 所有應該關於公安的SOP 究竟在哪裡 有沒有受外部審查 這整個的過程 也都應該攤在陽光底下 讓所有的人來進行檢視 包括我們這次 馬上在禮拜三就要召開的交通委員會 待會我們在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洪孟凱委員也在現場 我們也會在交通委員會 要求要成立調業小組 要求要調查所有事故的相關行政責任 而這過程當中 他的合約他的包工 他所有相關的公安的SOP 到底有沒有做到 第四 在訊發之後的第一時間 所有的國人看到的新聞 竟然是交通部台鐵的內部會議裡頭 幕僚討論建議要甩鍋責任給 建造單位降低台鐵局的負貧 降低台鐵局的責任 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故 誰不是人生父母想的 養的 竟然可以 這樣沒火沒肉 到這種程度嗎 第一個時間想到的 竟然是甩鍋 還有人性嗎 國人可以接受嗎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文化 這已經不是官僚殺人可以形容的 這些責任都應該要追究到底 另外 這一次負責的交通部長 負責的交通部次長 也就是代理的台鐵局長 就上一次普悠瑪事件之後 國人沒有辦法接受這麼離譜的意外 總統行政院一再強調痛定思痛 局當時的部長下台 拉高到行政院的層次 成立台鐵總體檢專案小組 因為台鐵的乘客 台鐵多年的問題 不但不是台鐵可以解決的 也早就不是交通部可以解決的 發生這麼重大的意外 拉到行政院的層級 成立專責小組 沒有想到 居然會因為敗選 賴清德負起政治責任 下台重新組閣 新上任的蘇貞昌院長 從此不聞不問 這個台鐵總體檢 在行政院成立的小組 從此消聲匿跡 不再運作 沒有下文 好